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诗经 七月 七月是诗经里面的一篇 关于诗经 咱们中学已经有所了解 下边给大家还是简单的说一下诗经的情况 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 原来只称为诗 到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 才把它称为诗经 成为了儒家经典之一 汉代传诗的有齐鲁涵三家和毛亨 一共是四家 所以一般说三家诗就指的是齐鲁涵 东汉末年正玄为毛诗做尖 这个尖就是一个竹子头 这个底下是这个线 就是针线的线的右边拉 做尖 这个尖的意思呢 也是就是为柱姐做的柱姐 就是古代的柱 已经看不明白了 他为柱做的 为毛诗 就是毛亨他的柱 这个正玄又为他做尖 流传见广 其他的三家呢 逐渐衰肺 这个日前 我刚有一个博士毕业 他的毕业论文 就是研究这个正玄做的毛诗尖 所以那个齐鲁涵三家诗呢 都已经失传了 只有毛诗尖流传到现在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 康初孔颖达等人呢 为这个为他做正义 这个正义呢 不是咱们今天说的正义非正义 正义呢 也是端正其义的意思 端正文艺的意思 所以他也是一种 古代注释的一种形式 诗经呢 咱们都知道说 周代的诗歌呢 一共是305篇 分为呢 这个 丰雅颂 三代 丰 包括 周南 昭南 郑其卫 秦 等 十五国丰 一共是 160篇 这160篇 丰呢 大部分是民间歌谣 小部分是贵族作品 雅 分大雅和小雅 一共呢 是105篇 小雅 大部分是贵族的作品 小部分是民间的歌谣 大雅 则 完全是 贵族的作品 宋 又分周宋 鲁宋 商宋 一共是40篇 大多是西州 鲁 宋 的最高统治者 用于 宗庙 祭祀的 乐歌 诗经作品的形式 主要是 四言 就是四字一句 声调 声调 都采用 声声谍运 表现手法 分负 是直输其情 笔 是借物言志 心 托物心词 三种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负 笔心 负呢 是指直虚 直输其情 直输其情 笔 是借物言志 心 是托物 心词 这三种 诗经产生的时代 上自西州初期 下至春秋中期 一共的是 大约是500多年 它保存了 丰富的 社会历史资料 是反映上古社会 生活的 百科全书 所以呢 它非常宝贵 也有很高的 史疗价值 现在我们 比较容易看到的 诗经的版本呢 就是 清代软元 刻的 十三经著书本的 毛诗正义 还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出版的 高亨先生的 诗经金著 等 这个七月这一篇呢 是国风里边的 第一个长篇 它一共是八章 88句 描写 冰意 这个冰呢 就是 这个字比较难写 它是两个 两个史 这一个史 旁边有一个史 然后呢 整个 等于是底下一个大块 中间一个格栏 两个猪 然后有这么一个猪圈 这个字就叫冰 冰意农民 一年四季的 农业 劳动和 劳役 田略 就是打略 等事情 所以呢 它这个详细的描写了 从冬天到春天 各个月份 从这个 夏天秋天都有 一年四季 这个 各个季节里边的 农事活动 所以呢 它是研究 西州的 非常珍贵的资料 这个 所以这个诗经 应该是 底下是冰封 再往下 那是七月 这个七月 指的是 夏里的七月 下边 咱们先看这个 第一段 或者叫第一章 古代呢 它这个 一段 就叫一章 所以咱们现在 现在这章节呢 是从西方来的 但是用的字呢 还是 古代这个章 这个字 七月流火 九月受医 一之必拔 二之领练 无依无贺 何以足碎 三之于四 四之举止 同我父子 叶比南某 田骏至喜 这就是 第一段 大家注意 这个 最开头 这四个字 就得特别注意 七月流火 我已经不止一次 在这个报纸上 看到 就现在的报纸上 形容这个 天气非常热 它用七月流火 它一想呢 这个 从字面一看 可能真是 很容易 给人造成 这个 很热啊 你看这个 这个流火 这火在满地流 那还不是很热吗 这不就是形容 这个七月 夏的七月也很热啊 那是不是 就是形容 它这个 火到处流 非常热的 这个景象啊 如果这么理解的话 就完全错了 它这个地方呢 其实恰恰说啊 天气开始转凉了 怎么流火 还是转凉了呢 因为这个流火 根本不是咱们 从字面看的 说满地流 流火炎的意思 啊 这个火呢 指的是火星 啊 但是这个火星呢 又不是咱们 现在说的那个 金木星 水木水火土星的 那个火星 啊 这个火星呢 就是古代 叫大火 啊 这个星就叫大火 啊 我猜测 是不是因为 它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啊 它正好是在最正南方 啊 所以管它叫大火 就表示 那这天是很热 但是 六月以后 这个大火 这个星呢 就开始偏西了 它不是在正南方 它开始偏西下行 古代把这个偏西下行 这种天象 叫流火 就是这火 火星呢 这个大火 这个星呢 开始往下走 它不是在正南方 很高的位置了 而是偏西往下走 这叫流火 啊 所以呢 这七月流火呢 就是指 这火星下行 而且呢 这个天气已经开始 渐渐凉下来了 它开始凉快了 啊 所以 咱们学了之后 以后千万记住 啊 这七月流火 它指的是天气变凉了 而不是 这个天气非常热 啊 所以现在有的报纸呢 说这个七月流火 是形容那天气很热 那完全是错误 啊 九月寿衣 啊 寿衣呢 就是 把缝制冬衣的工作 交给妇女们去做 所以这两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啊 七月火星偏西方 九月女工缝衣裳 一致必拔 二致凛冽 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 啊 上班说的是七月九月 啊 这很好懂啊 这谁都知道 七月七月七月 这个农历啊 农历七月一般是 咱们现在杨历的八月份 啊 所以那会儿 它其实应该变凉了 啊 九月呢 就是十月了 啊 相当于杨历的十月了 那那已经 就快来暖气了 都很很冷了 啊 但是下边 他又说一之日 二之日 啊 所以这个七月 这一首诗里边 他实际上呢 用了两种例法 里边凡是说 几月几月啊 比如七月 九月 这个呢 就用在这下里 而说一之日 二之日 三之日 四之日 啊 这个地方呢 又用的是州历 咱们都知道 是夏商周 所以呢 夏商周呢 他 他们的历法 是不一样 三个朝代 啊 可以说用 三种历法 但是这个历法的 实质是一样的 只是他表面看着不一样 他怎么叫表面看着不一样呢 就是说他 争月 他开始那个月 他不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呢 在看古书的时候 在看先秦的书的时候 春秋时候的书的时候 都要特别注意 这个问题啊 就是所谓三争问题 啊 三个争月 这个什么叫三争问题呢 啊 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有夏历 阴历 周历 因为呢 这三种历法呢 他 他的 争月 都不一样 啊 就是说一月份 开始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呢 叫三争 就是三个争月 大家看一下屏幕 这个 我画了一个表 这个从这表上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看那个夏历 这个夏历呢 咱们在表上呢 从十一月开始开始画了 啊 然后呢 大家注意呢 这表上呢 他其实还应该啊 每一行 夏历 阴历 周历 每一行的 一二三 三个月 底下 咱们大家都给他加一个春子 啊 甭管是哪个历法 哪种历法 甭管他正月 从哪开始 但是一二三月 都算是春季 四五六 都算是夏季 七八九 秋 十十一十二 都是冬季 啊 但是呢 这个夏历 所谓夏历啊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农历 或者有的叫印历 啊 大家想的这个夏历啊 和这个 真正的春夏秋冬 它是能合得上 啊 就是夏历的时候 他正月确实是 这个开始春天了 啊 正二三 就是过了春节 大家想 正月初一就是春节 过春节之后 这天气就是暖和了 就进入春天了 啊 然后四五六呢 就是夏天 七八九就是秋天 这个和 自然界是完全合得上了 但是到了这个商朝 他就把这个正月呢 往前提了 把十二月一号 算为正月一号 所以从这表上 大家看 他这个正月和夏历的十二月 是对的 就是说他的正月初一 实际上就是夏历 就是咱们现在的农历的 十二月初一 啊 他算那会儿是春天开始 但是大家想的那会儿 恰恰是一年最冷的时候 春节前的一个月 啊 是最冷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已经有点混乱了 啊 到了周朝呢 他又把这个正月往前提 提到了十一月 夏历的十一月一号 变成了正月 而且春天也从这个时候开始算 那么大家看呢 从这表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 他已经错了两个月 就是他的春天 夏天秋天冬天和真正的 自然界的春晓秋冬 正好错了两个月 古代 发明立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指导农食 啊 目的就是为了指导人们 这个月该干什么了 那个月该干什么了 你这个立法 这么混乱 啊 当然会给农业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很大的不方便 所以呢 到了秦朝的时候 啊 他仍然是用夏历 就是说他春夏秋冬啊 他又恢复到 从那真正的 咱们说的正月初一 开始是春天 但是呢 他又把那个正月 又往前提了一月 变成十月初一了 啊 那有同学会想了 干嘛呀 这古人是吧 他这干嘛呀 一个劲的往前提呀 他他什么意思 啊 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反映了 古人的这个 一种思想 啊 因为他认为 这个改朝换代呢 是天寿的 啊 上天 寿给我这个 皇权 王权 这样 我为了和 前一个朝代 相区别 啊 我商代要和下代 相区别 我周代 要和商代 相区别 啊 我是取代他的 所以呢 我就要一个新的开头 就在这种思想之外下呢 他就把这个 正月初一 往前提 啊 所以每换一个朝代 他就往前提 一个月 啊 但是到了汉代呢 就觉得 这种太不方便了 啊 所以到汉代 到这个汉初的时候 还是用这个秦 和秦朝一样 但是到后来呢 就把这个改变了 啊 后来呢 到现在呢 都是用的是 就是一直用下 因为夏令呢 它是符合 自然界的情况 而且这个夏长洲 这个三征呢 也是这个 到春秋时期呢 它是变成了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啊 所使用的这个 不同的立法啊 就是 刚才说了 夏令 英令 周令 它是 每一个朝代 用一种立法 它到了这个春秋时期呢 它不同的地区 用这三种 不同的立法 所以呢 这个 在这个 一篇诗里边 啊 因为它记得是 各个地方的事情 啊 所以它 它就会出现 既用夏令 又用周令 这种情况 啊 而 这个 这个 春秋经 和这个孟子 就十三经 咱们讲过啊 这个 轮语孟子 这孟子 还有那春秋经 这两部书里边呢 经常用的是周令 比如 孟子 唐龙 唐 啊 里边呢 就这么一句话 叫秋阳以朴之 江汉以 以灼之 啊 就是说啊 用秋 像用秋天的太阳 晒它的一样 啊 那咱们 要是不知道 这个三种问题的话 就会想 它干嘛说 用秋天的太阳 夏天太阳 比秋天太阳 厉害多了 干嘛不说 夏天的太阳 但是咱们还是看这个表 你看 这个周历的 秋天是七八九 三个月才算秋天 其中两个月 是和真正的夏天 是重合了 啊 所以它说的秋天 三分之二 都是夏天 一多半都是夏天 啊 所以它必须用秋阳 啊 而不是说夏天的太阳 啊 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呢 这个 咱们在 看先行的古书的时候 啊 一定要 脑子里 要有这根弦 要知道 这个历法 可能是和 现在的这个 阴力 能力不一样 啊 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 是不是 它是不是周历 是不是这个商历 啊 商代的历法 这个三章问题呢 就给大家 简单 介绍了一些 所以 这个一之日 二之日 啊 在这呢 指的就是 周历了 啊 这个一之日呢 就是周历的 正月 周历的一月 叫一之日 以下呢 都是类推 啊 二之日呢 就是周历的二月 那么周历的正月呢 相当于 下历的 或者现在阴历的 十一月 啊 周历的二之日的二月呢 就相当于 十二月 啊 所以那会儿呢 是最冷的时候 啊 所以叫一之日 必拨 这个必拨呢 是 表示这个 北风呼叫啊 这个刮北风的时候 发出的那个声音 二之 凛列 啊 凛列呢 也是 非常 冷的意思 寒气逼人 啊 凛列就是寒气逼人 这个 咱们现在写凛列 啊 这凛列跟 这个跟这个 它这个写成 例字的例 啊 这个例呢 就是相当于 现在汉语咱们说 那个寒风凛列的 那个 凛列 那个领字 啊 所以这个 利列 在这也是念 凛列 啊 它的意思 和这个寒风凛列的 凛列 是完全一样 哦 壁波呢 就是大风刮的 那个 刮 刮的这个 刮风的时候 刮到物体上 发出的声音 啊 就是描述呢 这冬天 这个北风呼啸啊 这个声音非常 呃 非常大 啊 非常冷 二之凛列 啊 北风 不但强劲 而且寒冷 所以这两句呢 可以 翻译为 十一月 北风呼呼吹 十二月 寒气 刺古凉 下边 无翼 无鹤 何以足碎 啊 这个一字 咱们都知道 就是指衣服 鹤呢 在古汉语里呢 这个字呢 也比较常见 啊 是指用麻 编织的 比较粗糙的衣服 啊 粗糙的衣服 就是比衣 的质量要差 何以足碎 啊 何以就是用什么 啊 以何用什么 啊 足碎 这个足呢 在这是 完结的意思 啊 碎呢 就是指一年 啊 所以这足碎呢 就是完结一年呢 就是也是指 度过冬天 这两句呢 可以翻译为 啊 粗糊衣服都没有 怎样过冬 心忧伤 三之日于四 四之日举止 同我父子 叶比南母 田骏至喜 啊 三之日 刚才咱们说的 那三之日呢 就相当于正月了 啊 于四 这个于字呢 就是围的意思 啊 这个围字呢 是随文生意 啊 就是修理的意思 四 大家看这个四字 它的固首 啊 就是左边这个 这个字呢 念垒 啊 很像这个 来去的来 啊 念垒 是农具 啊 这个四 就是 农具的一种 就是 挖土用的梨 在这呢 是泛指 农具 啊 所以这余四呢 可以 啊 翻译为修理农具 四只 举止 啊 四只 就是二月 啊 举止 这个止呢 就是脚趾的指 啊 在这举止呢 就是举 就是举起脚来 啊 就是 纸带 夏天耕种 啊 所以这两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正月农具 修整好 二月下地 春耕亡 童我父子 啊 这个童 在这个 咱们这个 诗经七月 这一篇口文里边 就出现 凰几次 啊 他 基本都是 会合的意思 我 这就是 这家长的自称 父子 啊 指的是 啊 他的妻子 和小孩 啊 所以古汉语里 有的时候 这个看那个 咱们现在说妻子 啊 就是wife 啊 但是在古汉语里边 这个妻子 啊 就是指 啊 妻子和小孩 啊 又是妻 又是子 他是 等于是单应结词 啊 所以这父子 也是 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啊 叶比男母 啊 这个叶 是 大家看这个字呢 他的部首呢 是石字 所以他跟这个 吃的有关系 这个叶呢 在这儿的意思 就是送饭 南母呢 就是饭指农田 啊 有的人说呢 因为农田的这个 他的这个笼 大部分是南北向的 啊 所以是 叫南母 啊 这个咱们 总而言之呢 他是 就是指农田 在这儿 啊 田俊致喜 啊 这个田俊 是指这个 管农业的官 啊 也称农政 或者是田大夫 啊 就是古代贵族 派到田间 去监督 农民劳动的 下级的官吏 啊 这几句 可以这么翻译 约好妻子和孩子 送饭 田礼 冲鸡肠 田官老爷 喜洋洋 致喜 这个致呢 是 非常的意思 啊 致喜 就是非常高兴 啊 就是 有人解释说呢 因为他看到 农民呢 都在干活 啊 所以他很满意 很高兴 啊 下边一段 咱们还是先给大家整个念一下 七月流火 九月寿衣 春日在阳 有名苍羹 女执意 旷遵 遵比微行 圆囚柔桑 春日迟迟 采凡齐齐 女心伤悲 代极 公子 同归 这个七月流火 九月寿衣 啊 和上一段是完全一样的 啊 也是七月火星偏西方 啊 九月女工封衣裳 春日在阳 有名苍羹 啊 阳就是太阳 春日也好懂 啊 那这个在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 就是开始的意思 啊 在阳 就是天时 天气开始 暖和了 有名苍羹 啊 名呢 是名叫 苍羹 就是鸟的名字 就是现在说的黄鹰 啊 这个有字 就是 动词词头 啊 没有任何意思 啊 这种情况呢 在现代汉语里面呢 有时候 也会出现 啊 比如说 有请某某 啊 这个有字就 没什么意思 啊 就是词头的意思 啊 有的时候还加在这个 名词的前边 啊 刚才咱们说动词词头 有的时候他这有字呢 还可以当名词的词头 比如说 有清一代 怎么样怎么样 有唐一代 怎么样 这个有字 没什么意思 啊 它就是表示一个词头 念起来比较好听 啊 只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啊 没有实际意思 所以这个有名 啊 在这也是 呃 动词词头 没有意思 这两句呢 可以翻译为 春天太阳 暖洋洋 黄鹰鸡鸡 支头岔 啊 啊 这节课 咱们就先上道转 这节词头 咱们就先上道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